12月29号 埃塞俄比亚糖业公司欧姆三项目中国培训班在广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开班 此次培训为期一个月 埃塞俄比亚方面派出40名学员前来广西学习先进的糖业生产技术 培训班将向学员传授糖业生产的有关技能和理论知识 到中国的有关企业参观学习 培养埃塞俄比亚学员的工作实践能力 让学员深入掌握糖业技术 加强两国糖业产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共同促进当地社会经济发展 据了解 埃塞俄比亚糖业公司欧姆三项目总投资额3亿美元 日处理甘蔗12000吨 是中国企业承建使用中国技术标准的大型糖厂 国家这种一带一路倡议这个天堂 我们也在思考怎么去贡献 所以我们就是幽热互补 然后达成结议 我们从最初的预论 从航空间参与这个酒店 和欢迎节奏也是非常感兴趣的 我专业的预论 非常感兴趣的欢迎节奏 的胸部的胸部